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四位数不退位的减法 我们来看题目 林伯姆在上周卖掉了1462颗鸡蛋 这周卖掉了1341颗鸡蛋 这周比上周少卖了多少颗鸡蛋 我们先看题目在问什么 题目问这周比上周少卖了多少颗鸡蛋 我们再看题目给了我们什么 题目说上周卖掉了1462颗鸡蛋 这周卖掉了1341颗鸡蛋 题目是问比 也就是这两周卖的差距 所以我们要用减的 本题所要计算的就是 1462减1341 让我们开始计算1462减1341 我们先将1462用鸡蛋来表示 1462的千位数是1 我们有一个千个鸡蛋表示 百位数是4 我们用四张百格板表示 十位数是6 我们用六条橘色鸡蛋表示 个位数是2 我们用两个白色鸡蛋表示 我们一并将 子四算四列出来 我们开始做计算 个位数原本有两个白色鸡蛋 要减1 也就是化掉一个白色鸡蛋 剩下一个白色鸡蛋 个位数我们就写上1 十位数原本有六条橘色鸡蛋 要减4 也就是化掉四条橘色鸡蛋 剩下两条橘色鸡蛋 十位数我们就写上2 百位数原本有四张百格板 要减3 也就是化掉三张白格板 剩下一张白格板 百位数我们就写上1 千位数有一个千个鸡蛋 要减1 也就是化掉一个千个鸡蛋 千位数剩下0 0我们就省略不写 现在我们知道答案了 1462减掉1341 答案就是121 我们写上答案 答这周比上周 少卖了121颗鸡蛋 观念整理 让我们整理一下 刚才四位数的减法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首先第一点 在列直式的时候 我们要将位数对齐 也就是 各位数对齐各位数 十位数对齐十位数 百位数对齐百位数 千位数对齐千位数 接下来要计算的时候 第二点 从各位数开始 依序相减 各位数 2减1等于1 我们就在各位数的答案 写上1 十位数 6减4等于2 我们就在十位数的答案 写上2 百位数 4减3等于1 我们就在百位数的答案 写上1 千位数 1减1等于0 最大位数是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省略不写 所以本题的答案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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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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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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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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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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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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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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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